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报告 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3.8%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8.6% 商品房销售额下降22.7% 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25.6% 从面积和销售额来看都是下降的 那这样一算呢 看来单价也没降多少 不过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就是房子不好卖了 该买的都买了 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10345元 分城下来看城镇是13832元 农村是5778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指的是个人收入 扣除需要缴纳的各种税费以后的余额 这被认为是消费开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说白了就是你兜里有没有钱 因此常被用来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 人均消费支出方面占比最大的是食品烟酒消费 比重达到32.6% 其次是居住消费 占比22.5% 超过一半的钱都花在了维持基本生活上 成本还是很高的 压力还是很大的 衣服也不舍得买了 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也不敢大把的花钱了 意味着大家继续自我提升的意愿降低了 大家变得越来越没有理想了 生活也没有创造力和活力了 都活成了现实主义者 有人说 房地产如果倒下 单单就2.9亿农民工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怎么办 上一年 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5128元 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432元 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收入是超过居民平均收入的 在这2.9亿农民工里边 从事和房地产相关的建筑业的人口达到5300多万 平均月收入4699元 比农民工整体的收入还要高一点 所以很多人就讲了 房地产行业并不是妖魔鬼怪 上下有产业涉及的就业岗位太多了 房地产不能倒 虽然房价日益上涨 给很多家庭造成了压力 有的可能需要举全家之力 甚至两代人三代人共同努力 掏空了多少个钱包才能凑一个首付 但不可否认 房地产对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问题的贡献 对于这个说法 请同志们注意 人们反对的是高房价 不是房地产这个行业 就好比大家抱怨网费太贵 但没有人否定互联网 不能偷换概念 你价格过高了以后 对自身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比如说智能手机行业 这两年销量也开始大幅下滑 功能上没有颠覆性的创新 可是价格却忽忽的往上涨 买的人自然就少了嘛 房地产也一样 价格下来了 买的人才会多 不是更能带动这个行业的蓬勃发展吗 房地产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价格问题 是居民收入与房价的上涨速度不匹配的问题 房地产行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没有人否定它 但是如果房价高到 让多数人都感到遥不可及的时候 它的发展怎么可能是健康的 如果房价收入比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无论是降转降息还是解除种种限购 现代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再怎么就是 最后不还是得让老百姓花钱去买吗 又想把东西卖出去 还不想降价 买的人还没钱 你说怎么办 这是信心的问题吗 只有当所有人的收入水平提上来 兜里有钱收入稳定 才敢放心大胆的去买房去消费吗 否则如果只是耗羊毛 那羊毛也总有耗光的时候吧 收入上不去安全感就低 就只能是降低消费 无紧钱袋子 你说别的都没用 你再怎么鼓励 再怎么刺激 你涉及到钱的事 大家都不含糊 也不糊涂 这些年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 但是很多人感慨 幸福感却在下降 大家活得不再像以前那么从容了 也没有以前那种发自内心的轻松的笑容了 如果幸福感都给折腾没了 这不就是花钱买罪受吗 这样的发展意义何在呢 凌莲 凌莲